各位大家好我是希可尔 今天在视频开始之前呢 让我们来恭喜FGO日服正式迈入第六周年啦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呢 则是FGO第六周年纪念卡时所推出的角色 光之羔羊斯卡雅 本次视频依旧跟各位介绍的呢 就是角色的持有技能以及宝具 这里呢为了方便我简称此角色为斯卡雅 五星阿萨辛斯卡雅 技能一兔子革新者 使几方单体的NP增加最多50% 同时技能冷却减少两回合 并且使几方全体的HP减少1000 技能二杀戮技巧 赋予几方单体人类特攻状态最多50%杀美盒 同时赋予拥有人之力的敌人特攻状态最多50%杀美盒 并且赋予B卡普通攻击使自身NP增加的状态最多10%杀美盒 还有获得最多20颗暴击星 技能三 NFF特殊服务 使几方单体的B卡性能提升最多50%杀美盒 同时使B卡暴击威力提升最多50%杀美盒 还有使B卡暴击星集中度提升最多5000%杀美盒 B卡宝具 零赏冲光79式自获大射 使自身的攻击力提升20%一回合 同时对敌方全体放动强大的攻击 还有使敌方充能减少一格 并且最后呢使几方全体的NP少量增加最多30% 这里我总结出了几个斯凯亚的优点 第一 他是除三之王和蜜之女主角X以外伤害最高的阿射心 第二 他拥有多段自冲或帮冲的能力 第三 他拥有取星、集星和提高暴击威力的能力 第四 他拥有人类和人之力敌人的特攻 第五 他的B卡攻击呢附带NP 这里我也总结出了几个斯凯亚的缺点 第一 他的普攻加NP仅限于B卡 第二 暴击威力提升也值仅限于B卡 第三 暴击星集中也值仅限于B卡 搭配方面呢 我则建议梅林配蜜赫 第一 双方各可提供一次无敌状态来保命 第二 双方均可提供额外的暴击伤害 第三 双方都有额外的取星能力 第四 一侧的宝具和技能可以提供斯凯亚额外的宝具抽浪机会 这里我推荐各位就是有多少石头都全部拿去砸它吧 为什么呢 像对前两个角色来说 他的素材取得是比较容易的 第二 他的上限很高 第三 他的图是真的很香啊 你看这难道 你不抽他 你良心不会痛嘛 当然是抽啊 是不是 那么本次视频就到此结束啦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记得点个赞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有哪里说错 或者是有哪里可以改进的话 请记得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 我是希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